这张图你可能不知道接下来的价格应该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跌 但如果换成这样 你基本就会知道未来的趋势走向 作为新手第一次接触K线图 一定觉得很复杂 但只需要学会基本工具和方式 即使就能够直接上手 这个视频只会说基本用到的工具和方式 不有太多复杂花俏的功能 只需要知道这些使用方式 就已经能够开始投资之路 今天所使用的看图软件还是一样TradingView 想要操作K线图 一开始并不需要立刻成为专家 只需要了解几个基本的操作和工具就可以开始交易 其实非常简单 最主要的其实就是选择商品代码 然后选择时间周期 使用工具和技术指标找出买卖点 就是那么简单 不需要想到太过于复杂 如果还没注册过TradingView的话 可以去到下面的零要素栏里找到相关的链接 首先打开了TradingView就会看到类似这样的画面 这些一根根的就是所谓的K线 这些价格有很多种呈现的形态 可以点击左上方 这些都是价格显示的方式 市场最多人使用的就是这个Candles和HoloCandles 随便选一个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要选择时间周期 这里有年线、月线、周线还有日线 年线就是每一根的K线 就是代表一年的价格变化 月线就是一个月 周线就是一个星期 对新手来说 建议直接使用日线就好 如果想看长远的话 可以通过滑鼠滚轮调整 这样就能兼顾短期和长期的趋势 想要做短线交易的话 甚至可以选择小时图或分钟图 除了时间周期的拉伸 还可以在右手边价格上下拉 可以自由调整K线的长度和高度 但很多时候我们都用不了这个方式 但如果只是不小心拉到 外面就会跑位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可以在右下方选择这个设定按钮 然后选择Reset Price Scale或者Auto 就可以回到原来的位置 接下来就是选择市场 比如想找特斯拉股票 可以点击左上角这里的放大进 然后输入代码TSLA 就会出现一大堆相关的股票 左边就是所有相关的代码 中间的就是该公司的名字 右边的就是该公司上市的地区和交易类型 点击进去过后 就会看到该公司的价格走势 至于想找公司代码 可以追到谷歌之类的搜索引擎 比如亚马逊就是AMZN 腾讯就是0700 需要注意的是 0700是香港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代码 如果是在美国上市的腾讯就是TCEH1 一个算港币 一个算美元 这点需要注意别搞错 如果想收涨起来 可以在你喜欢的股票中 点击右键 选择Add to Watchlist 就可以收藏到右边这里 相信你不会只收藏特斯拉和腾讯股票 在TradingWayu里出的股票 还有商品 原油、黄金、比特币、以太币、狗狗币等等 如果全部都收藏在一起 列表里面就会非常缭乱 这时候就需要把不同的商品做出分类 首先随便指向一个标记 点击滑鼠右键 然后选择Add Section 在新的Section中 点击左键两次 然后可以输入你想分类的名字 比如美股、A股、台股还是期货 然后把已经加入的商品代码 拉去你所设定的区域 这样看上去就简单明了 基本的动作已经做完 这就是特斯拉股票走势 这时候你应该不再陌生 当我们看K线 除了想知道之前的价格趋势之外 更想知道的其实就是尽可能的预判未来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到技术指标的帮助 想要打开技术指标其实很简单 可以在上面这里点击Indicator 然后输入你想打开的指标 在市场上其实有许多的技术指标 比如什么MACD、RSIKD等等 每个指标本身都有自己的优缺点 但需要注意的是 在免费版本的TradingWayu 最多只能同时打开三个指标 如果想要加多一个 就需要付5千订阅 一般来说 三个指标就已经足够适用 如果你想了解不同的技术指标的功能 可以在我的频道里找得到 在我的频道中 有几个市场上最主流的技术指标讲解 特别是MACD、RSI、移动平均线 还有布林中道等等 里面有解释到他们的公司计算和市场一般的使用方式 如果有时间的话 建议去看看 一般的技术指标之外 其实还能自己划线 比如什么趋势线、阻力支撑等等 虽然这些稍微比较进解 但还是可以尝试一些比较简单的工具 这里有几个比较建议收藏的 经常会使用到的汇图工具 在谈到工具之前 左边这个磁铁建议打开 可以直接吸附在K线上 不需要自己来对准 对于新手来说非常方便 首先介绍的工具就是RAID 这个工具可以划趋势线 使用的方式非常简单 选择了工具过后 点击两个地点和高点就可以了 而这条线就是所谓的主力和支撑线 如果想收藏该工具 可以点击工具右边的信息 点击过后就会出现所有你收藏的工具箱 除了RAID之外 其实还可以选择这个Train和Extended Line 其实这三种都是划趋势线的工具 Train就是两个点的趋势 Extended Line就会延长两点的前面和后面 而RAID只会延长后面部分 这三种随便选一种就可以了 因为个人使用习惯 而且不想眼前的图过于找乱 所以个人只会使用RAID线 之前有讲解过什么是趋势线的视频 如果还没看过的话 稍后可以去看看 接下来要从上的就是Price Range 如果有看我以前的视频的话 应该会经常看到这个工具 Price Range能够测量价格上涨还是下跌的幅度 使用方式也是非常简单 如果你想测量这里到这里的涨幅 可以在最低这里点第一个点 然后在最高这里点第二个点 最主要看两个数据 第一个这个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价格到这里结束的价格 也就是说从这里101.81上涨到217.27 上涨了115.84的意思 如果以百分比来计算的话 也就是113.78 如果是要看下跌 可以在最高这里点第一个点 然后在最低这里点第二个点 然后就会显示从这里到这里跌了55.515 也就是26.54 这种工具对于经常看上涨幅度或下跌幅度非常管用 比如想看大盘在2020年暴跌了多少 可以打开大盘代码 然后找2020年的2月份 然后选择价格范围的工具 可以从这里达到这里 这个35%就是当时从最高点到最低点的大盘跌幅和最大跌幅 接下来要收藏的就是水平线 这里可以选择horizontal line或horizontal ray 随便选一个就可以 差别只是左边有没有延伸出去而已 这个水平的工具 需要可以自行设定阻力和支撑 比如这些双顶就是一个很好的阻力 有的时候想设定自己想要的目标价 也可以使用这个水平线 如果对准一个价位有时很困难 没关系 只需要对着工具点击左键两次 这里设定你要的价格 然后点击确认 就会自动跳到该价格的位置 如果你喜欢 还可以在这里写上你想要的提醒的字眼 除了水平工具 随之线也是很重要 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做回撤或者找回支线的时间 而随之线就能帮助我们标记起来 使用方式很简单 选择vertical line 然后点击进去就可以了 说到时间 有的时候我们要找相关的日期很麻烦 一般的方式就是不断的往后拉 其实不需要这么做 可以点击左向方这里 然后输入你要的指定时间点 点击确认就可以直接去到你指定的时间了 以上就是TradingView 新手最基础的使用方式和工具 了解了这些 如果再加上一些技术指标 其实就能很好的找出买卖时机 除了这些简单的功能介绍之外 其实TradingView功能远不止这些 我们可以自己发掘更多的功能 比如说摩波浪 或者市场上人们自创的指标等等 除了技术指标之外 甚至还可以找到公司的总收入 公司的毛利 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或公司市值等等的基本面 比如我们想要看特斯拉的营收走向 可以选择income statement 里面的total revenue 如果我们拉圆来看 可以发现它的收入是不断上涨的 但有收入并不代表就有钱赚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加上一个gross profit 你会发现特斯拉不管是营收方面 还是利润方面都是往上走的 这样你就能够明白 为什么特斯拉股价不断暴涨 如果你对TradingView使用的方式 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 时间允许的话 会专门做一个视频讲解 如果你对K线或技术指标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击K线系列了解更多 如果你喜欢这类话题的话 欢迎关注我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